屏東市的極限運動場地呢 長期以來被一群青少年占據 也因此爆發了口角 其中一個人被打得頭破血流 十多位青少年聚集在屏東市的極限運動場 占地為王 有其他學生想使用 雙方爆發口角 人多的一方圍過來 一副老大讓嗆瞎 接著一陣飛踢貨殴 從中央打到了牆邊 還沒踢到 說風你一球我一腳打赤博 這位學生手持球棒做事打人 有人出來勸架 但氣氛緊張又快要打起來了 但這次還是忍不住怒氣 占地為王的一方繼續追打男同學 女學生還把小折舉起來重重摔在地上 逞胸鬥狠 打到最後 警察巡邏車經過青少年一轟而散 但這位被打的男學生額頭血脊斑斑 警方降踏送以擊中 昨天視頻的紅球員王家信 屏東報導 打到